回忆 它有时候是个好东西 它不但可以把你想念的东西放大 它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最佳理由 你比如我回忆中的故乡疏走 小桥流水 人口不到一百万 出门全是熟人和邻居 按任何事情 你根本就不用出六层门 但是 这种慢生活 再也回不去了 回忆 毕竟是回忆 但西班牙不一样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神奇国度的很多地方 正是城市 它们的生活 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明的影响 依旧保持着中世纪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在这里 回忆 就是现实 好 你好 我实际 空口无凭 你比如西班牙最小的城市 FRIERS 占地面积 32平方公里 和中国澳门差不多大 但是人口在2019年的普查当中 只有251人 但是有个情况 根据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规定 西班牙的行政划分它是这样的 中央政府以下呢 它有17个自治区 再往下呢 它有50个省 那么省再往下呢 它有8100多个城镇 城和镇 它的区分很简单 以常住人口1万来作为区别 1万往上那就是城市 往下就是镇 那么这个人口和澳门一栋公寓楼差不多的FRIERS 为什么 会有一个城市的称号呢 答案很简单 祖船啊 你看 FRIERS城外呢 它有一条西班牙北部很重要的河流 Abro河 这座石桥的位置呢 从古罗马时期开始 它就是从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地区前往北部海岸线的必经之路 交通枢纽 那么到了14世纪开始呢 它的经济重要性就开始显现 我给你解释一下 现存的这座九孔石桥呢 它建于12世纪 那这个当中高高的城楼呢 它建于14世纪 派什么用处 收购桥费 这是西班牙最早的收费战之一 也是目前 最古色古香的一个吧 那么到了1435年呢 由于它的GDP和战略重要性 卡斯蒂亚国王 胡安二世 他为了要和另外一个贵族 Belasco家族 交换另一个城市 Benefiel 那 这个FRIERS那个时候是个镇 那你交换一个城市的话 你得也交换一个城市吗 胡安二世 他就遇刺FRIERS 城市的名号 这次FRIERS一直保持着城市的称号 文化遗产 绝对是文化遗产 在这个文化遗产里 我花了半天时间寻找回忆 一季洞准备定居 但是房产中间没有找到 却发现 本市十分之一的人口 在吃午饭 或者是 在喝咖啡 现实 还是回忆 都是高处不胜寒 还是接地脚 我是季 谢谢你的时间 再见